日本最新的美容趨勢 吹风机就是你的青春密码 新一代的Nanoi吹风机 实现NanoCare史上最大风量 让你的头皮干燥 头发有大量的矿物负离子 让你的头发变得更水润 我知道你们都为了留住青春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照顾你的皮肤 但是你知道吗 头皮与头发 其实是我们青春的关键密码 除了洗护产品之外呢 吹风机就变成 照顾你的头皮 还有头发最重要的关键 今年在2022年的年底 Panasonic又带给我们 全新的一支吹风机 那就是EHN-A0J的Nanoi吹风机 Panasonic专业在吹风机这件事情上面 从第一支吹风机到现在 已经有85年的历史了 而这一支EHN-A0J高渗透Nanoi吹风机 更是集结了这85年的大成作品 以前呢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设计 是以风的流向为原型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种跑车的这种流线的线条 而今年度它首次展现了充满水润感的设计的原型 这是Nanoi系列吹风机 16年以来首度设计上面的大改变 新一代的Nanoi吹风机它更特别的是 你可以让吹风机直接距离头皮更近 5公分的地方都不会让你觉得头皮烫伤 新一代的Nanoi吹风机呢 它搭载了智能温度感知器 风温感知器还有环境温度感知器 它可以自动的来侦测风温不受旁边的 环境温度的影响 实现吹诊头发最适合的温度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00度 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过高温的这个吹风机 你的头皮因为长时间处于高温 反而因为高温让你的出油量更多 或者是你的头皮因为高温 被长时间吹得太干了 干痒的现象过敏的现象就这样跑出来了 Panasonic这次搭载的智能温度感知器 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给你们看一个实验 你想想看你每一次要吹干你的头发 要花多少的时间 如果以中长度的头发的女生来讲 我们取一个中间值七分钟 用这两台吹风机下去吹鸡蛋 传统的吹风机它没有任何的温控 高渗透nanoin也没有矿物负离子 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全新的EHNA0J 七分钟之后你看传统的这个吹风机这边 里面的鸡蛋都已经快熟了 另外一边都还是完全新鲜的 常常有些时候你自己在催疹 或者是在发廊都会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那个吹风机会烫到头皮 啊 嗚 啊 那个温度之高 它会把鸡蛋都煮熟了 长时间下来你的头皮自然很容易伤害 全新的NanoCare吹风机 它能够实现到让你的头皮干燥 但是头皮的深层却是水润 吹干你的头发的同时 又让你的头发有大量的矿物负离子 让你的头发变得更水润 全新一代的吹风机呢 因为它的零件小型化最大大的提升了送风的效率 实现NanoCare史上最大风量 1.6 它让这整台机器变得更轻盈 头发吹干的速度来到了更好 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它有多重要呢 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是属于一种潮湿高温的气候 如果呢一直把头发吹干 很容易你的发跟你的头皮的地方会 因为高温潮湿而产生细菌 或者是黴菌的滋生 你的头皮就很容易生病了 你的毛囊会萎缩 你的头发会越来越细 你的发质自然就不会好 让你的青春离你越来越远 而且跟前一代的吹风机比较起来 全新一代的 它的宽度少了7公分 重量也少了45克 它的整个的设计 Nanoi这个矿物负离子的出口 到了吹风机的下方 它可以更接近我们的头发或头皮 大量的把这个矿物负离子 充满水分的感觉 进入到我们的头发跟你的头皮 所以呢 它可以产生18倍的高渗透Nanoi 让我们的头发的水分增加了1.9倍 此外呢 因为这个矿物负离子 它可以护理我们的毛铃片 让你的毛铃片更服贴 即使是你有染发的人呢 都能够维持头发颜色的亮丽 全新一代的Panasonic NanoCare吹风机 它一样搭配了4种的吹风模式 有冷热交替 头皮护理 发烧 还有美肌模式 当然它不但是吹风机 它更是一台美发吹风机 所以除了我们一般的这样子的直接吹干头发之外呢 它还附了这个发跟素干风嘴 它可以更快速的把我们发跟靠近头皮的地方吹干 如果你有造型的需求的 它还有附上这个造型的风嘴 可以满足你 不但是顾到了头皮 更重要的是 发质造型都让你美美的 日本现在已经上市了这款最新的NanoE吹风机 它一共有三个颜色 深海军蓝 薰衣草粉 还有磨砂暖白色 右边的这两个浅色呢 它会是日本的限定色 可是没有关系台湾即将在年底的时间 就会上市这款深海军蓝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了解 或者是买到这一支最新的 Panasonic高渗透NanoE吹风机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Panasonic的官网 或者是呢 你可以找你自己熟悉信任的海外代购 这些方式都可以抢签体验 尤其是买到日本的限定色 或者是呢 你就等年底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深海军蓝非常好看 凯文想的美每一次呢 都要让大家生活里面 很多很多的细节去累积 让你的生活影响到自己所有的美 所以还有哪些细节你没有注意到 记得锁定我的凯文想的美 当然喜欢我的影片千万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设定全部提醒哦 凯文想的美 我们在下一个更细节更美的世界再见 再见